发现她说因为她最近白天工作效率都很差 那再问回去那为什么工作效率差 原来早上的时候她其实人是很不清醒的 再问上去她说她其实晚上常常会醒来 因为咳嗽身体就整流出了状况 最后其实我们发现 因为她住的位置刚好是一个在这个很潮湿的地方 所以没有记到 其实这个地方她家就会特别潮湿 所以最后她是被诊断去过敏性鼻炎 所以后来我们真的的治疗就是帮她把这个过敏性鼻炎给治疗好 其实她整个人的这个我们说很像忧郁的情绪 情绪就得到改善 所以其实气象病的重点是你要知道 你到了这个季节你可能就会犯着 拿一些尾巴坐 对然后就避开她 其实你就可以远离这所谓的气象病 所以以这个季节来说 因为每个季节的气象病不太压 这个季节应该就是潮湿梅雨 这个季节就是昆虫特别容易交配白质的季节 例如说橙蓝蚊子 苍蝇 蟑螂 整整通通都跑出来了 是的 尤其是这个温度是最适合蚊子交配的季节 橙蚊也是 这一类的昆虫就是大屁处楼 然后居家环境就是最适合他们繁殖的一个地方 要是室内有上百万只的橙蚊 上百万只 对 一般都有 根据环保署 一般都有 对 因为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朋友 是 因为橙蚊蚊它在繁殖的一个过程是说话 速度很快 然后它会一直接着繁殖 对 所以枕头说不定一个 里面就有几十万只了 那有好几个枕头 然后再来堂皇殿啊 或者是窗殿啊 或者是地毯等等 都是层满聚集繁殖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季节没雨气气 气壮病发作 诶 这些都在办party 我们就超高了 其实阿生这点很惨 对 我前几天那个开车开开 然后眼睛超痒 然后呢 我就把车停路边一看 整个左眼中 没有到肿起来 但整个左眼的眼白部分是红色 对